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是沈一爸爸 孩子们今天呢我教他们做饺子 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调这个肉馅 准备了这一块肉 这块肉呢有点瘦 然后呢又切了点肥肉 会更好一点 应该我们用那种五花肉比较好一点 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葱姜水 做一个葱姜水 先把这个葱切点葱 然后把这个切好的姜片放进去 弄了点花椒 然后呢放入水 搅成绿色的 稍微有点绿色 然后我们把这个绿出来 OK 绿出来 我们这个葱姜水等一下放到肉馅里放 好 咱们呢我们就开始搞这个肉馅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肉切 切上一片一片的 先切上小片 然后放在角落机把它搅出来 应该把它切小一点 等一下好大 所以我们把这个肥的切进去 你切得动了 好 我们尽量就是选择那种五黄肉 三七的五黄肉 三分肥肉 七分瘦肉的那种五黄肉 是最好的作效 那我们这个倒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做三分 来 OK 把它翻到这 你看 有一波肉你已经倒好了 现在可以拿到一波 两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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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肉体已经放到我们这个里面 OK 好 都把那个装过来了 多次加入和搅拌 让它充分地吸收这个葱姜水 叫这个水要多次 分多次加入 调整个搅拌 然后最后倒入 然后我们再吃个搅拌 然后再放小鸡蛋 然后呢我们放入盐 少许的盐 那很咸 然后放点白糖提鲜 提鲜 嗯 然后我们放胡椒粉 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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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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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放点鸡精 更是这个更加鲜 然后我们再放点油 油 油 来 我们再放点葱花进去 葱 真的是葱花 放入这葱了以后 然后再磕鸡蛋 OK 我们那个肉就开始不同的搅拌 他把它搅成内心了 然后再磕磕磕 然后再磕磕磕磕磕磕磕 对了 还要换鸡蛋 一个大鸡蛋 好 这是我们当地的 我们蒸个小莫香盐 我们加一点 我们就拿着筷子几个招啊 这六十四个年怎么吃啊 炒着吃啊 他们包饺子 把这个纸炒肉 那没有 酒的皮 对 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馅里面加入两种 今天我们包两种 一种韭菜馅的 一种是浑香馅的 一个露子 一个浑香露子 对 然后把这个浑香 加到里面去 浑香的 北方人可能吃的比较多 南方人可能就很少吃浑香 它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但是呢 喜欢吃的人会觉得 它很好吃很香 吃不惯的可能就觉得 它有一种怪味儿 下周再拍一个 饺子的视频 我自己做 下周不行啦 明天我帮家 那就下午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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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可以啦 今天呢我们这个 浑香馅的就刚好了 浑香馅 浑香馅就 刚好了 韭香馅呢 我们加了一点白菜 韭菜 然后一块儿挑 放点这个韭菜 放点白菜的话 都没有那么 那么的 韭菜味那么重 就放点白菜韭菜 好多呀 嗯 一块就放进去 这个韭菜 我现在看你包 我都超俗了 嗯 我都超俗了 我现在看你包 我都超俗了 好 那下文包 韭菜 都行 都行 看的有点特别行 看的有点特别行 看的哪有漏进你 看的哪有漏进你 看的没有漏 看的没有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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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示范一个饺子 包酒菜馅儿的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放上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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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对折 捏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来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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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原来小的时候呢 都很少吃脚肥肝 过年呢 过节才会吃一顿脚 现在呢 就是生活好了 然后呢 就 就就 想吃就吃了 然后的话 现在就没有什么了 小的时候就是 很盼着过年 那为什么要盼着过年呢 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也好吃的 过年不是吃 吃月饼吗 哪里我吃月饼 我也说我吃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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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给我 小的时候就是 过了腊八就是年 然后就是 零过年的前几天 就是家里就是 在蒸包子啊 蒸馒头 然后准备过年 现在过年也没有人 那么 那么的 期待吧 过年也没什么了 因为过年就平时 都吃的差不多了 过年 其实年味儿 原来也没有那么浓了 还是过年的年味 比较浓 第一个是就是说 过年的时候 食物特别的丰富 只有过年才能做 一些指教 之前过年还能做 别破碎的那种笼 对 为了环保 能够换健康 健康 危险性也比较大 小的时候过年呢 一般的就是 从蜡月二十五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然后二十五 其实 父母呢 就开始蒸馒头 包包子 然后记得蒸一大缸 然后一直要到 农历的二月初二 然后 一直要吃到二月初二 那个 都不会再做这些 然后就是蒸好了 不然我们就去 前面就去赶集啊 然后赶集那时候 小时候 父母就给几分钱 或者几毛钱吧 然后去集上面 那时候集毛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 很多糖果呀 还有一些瓜子 那时候的 那个集上 还有一些那个庙会 唱戏的 那从小时候 对唱戏 有时候就溜进去 去听戏 有些马戏团的 那个集市上 还挺热闹的 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 我记得 还挺喜欢看戏 然后去演的那些 什么女驸马呀 什么的 都很小 就去进去看 那时候看的紧紧有味儿 然后后来 就过年了 然后就是 我们这里 还会请一些这些 天地呀 请天地呀 请这种 父母 请那种故去的 这种老人 爷爷奶奶要回家 然后上供啊 对 还是这么多年 在家 也不在家 也不是很熟悉 这些风俗的 那小的时候 还其实很热闹 每天就是 三十 晚上吃饺子 吃了饺子 然后 好像过了十二点 还要吃饺子 放鞭炮 哇 那就是 就是 很 很 很热闹吧 现在的话 好像没有那些过年的气氛 已经 然后初二的话 就开始走亲戚 然后就是 回老 回外婆家呀 什么的 去走亲戚 不停的 这一直 过了 一直要过了 周月十五吧 这个年才算是过完 这样 OK 今天我们家屋子 已经饱完了 OK 等一下 看看 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好不好 好吃 小二 哈哈 浴卦 OK 好 我们今天包饺子结束了 等一下看 下出来我们的战果怎么样 我们饺子已经下好了 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尝一下 好吧 好 尝一下好不好吃 OK 好 吃一个 还没有嫩醋 嗯 嗯 好不好吃 香不香 嗯 嗯 要点蒜嘛 我一般都要 放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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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醋 放点香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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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点香油 再放点香油 OK 那我们蘸料 要不要蘸料 要不要蘸料 我不蘸了 我不蘸了 哦 尝一个这个 这是韭菜的 也是 也是很香的 嗯 也是很香的 韭菜的 这个是韭菜 这个韭菜的 嗯 嗯 哈哈 这个是韭菜 很高 嗯 嗯 好 嗯 嗯 嗯 甜不香 嗯 嗯很香 嗯 呀不错 啊 我們今天幫你饭菜十分的成功 很多的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多 然后还是很美味的 比去饭店的饺子还是有得一拼的 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大家能够学会做饺子 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视频 点赞 关注 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